前程駐到誠心祈福 这是遭到枪击身亡的林世杰 2018年参选台南市议员时 与地方民众还有与市场摊商 亲切互动的竞选影片 态度很亲切 但林世杰多年来自带话题 地方上耳语不断 尤其是2021年4月 但在台南区渔会理事长之后 林世杰接任理事长不到一个月 渔会其中一个仓库传出火警 2023年1月 另外一间渔会仓库又传出助容自虐 而两间仓库都属于完真水产 陈姓董事长的资产 再加上当地居民至今都还记得完真 还不错 而林世杰经营的完结水产则是由大批正商民流上门光顾 竞争激烈的两家同性质餐厅在疫情后完结成功赴业 不过完真却早早关门大吉永久歇业 真的是房东台南渔会涨租金造成的吗 有摊商怎么说 摊商也表示渔会和渔市场没有派系利益问题 林世杰政商关系良好黑白两道也都很吃得开 怎么会有歹徒针对他近距离枪杀夺命 检警专案小组得抽丝剥茧 离清命案背后千丝万缕的人际政商广络 华世新闻荣华北林柏睿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